不會是對的 不知我們讓我們答案越來越正確 而不知一直停留在補充桌上 重重看 這個應該什麼 應該就是我們以後再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那我這邊我會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網路非常的方便 我們只要去搜尋這個資料 我們搜尋到如果你有發現資料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判斷這個資料 指哪一個是正確哪一個是錯誤的 那如果你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可以協助你 但是如果你要我全部告訴你答案 我告訴你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我沒有那個弦功夫 你好像也沒有那麼重要 很抱歉這句又不應該說了 整天混在心裡 這一個叫基本的運作方式 如果你願意你講要知道這什麼東西 你去努力了 我願意協助你 但是這絕不是我的責任跟我的義務 好那我想我把立場表明了 我們以後在互動的時候比較容易 所以我很多運作的從這個基礎上在處理的 很多東西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我會拋一些問題 也會給大家足夠的這個可能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串連的時候 我們剛剛那麼多的可能裡面 為什麼要做地板 地板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叫做好 硬 還有呢 隔音 蝗蟲 還有什麼 不變形 為什麼叫做不能變形 為什麼硬就會比較好 為什麼不變形就會比較好 不變形 我這樣再問兩邊 叫什麼叫白木 為什麼要跳不跳起來那麼樣的重要 才不會滑倒 才不會踢倒 踢倒 踢倒會跌倒 你看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從我們的利用角度去看 而不是從它的特性去什麼 去瞭解 這是什麼 我們這樣很多在瞭解自然 瞭解外界的東西的時候 一個不同的切入點 就會導致我們對很多東西的隔閡 會不會的嗎 會不會 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那也就基本上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唯用主義 用以我們自己的需求 為中心的情況 要來考慮自然的時候 來瞭解自然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產生 很多很多 我們意想不到的 的問題 跟很多的困難度 那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的舉木地板要印 因為我們經常在上面有很多的活動 很多運作 如果你不印的話 當一個洞 那這個磨損就很麻煩了 第二個 我們的家裡面 濕度變化 非常的大 那濕度如果變化很大的時候 你一潮濕在乾的時候 木材會變化 這兩個就是我們選的原因 我們只要了解 瞭解現象 我們如果去了解的很多原因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在什麼時候 我在什麼情況下 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去轉變 對吧 那如果說我們只知道表面的結果 那我們就不可能去做轉變 你要做很多轉變 就是什麼 我們就沒辦法得到好的成果 我們這樣說 好 那我們說 這個木頭 叫好的木頭 叫我們台語叫什麼 叫做 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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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木材是紅色的 很像雞油木材那麼好的 我們就稱它 叫做 紅雞油 紅雞油 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 人魚 如果木材是白的 叫白雞油 叫白雞油 很簡單 那什麼植物 光蠟 光蠟 叫白雞油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把三種不同的植物 把它什麼 把它串連起來 那我們用這個名詞 我們就可以 你以後有機會 你不管你碰到什麼樣的東西 網路上 你可以搜尋 你就可以串連出 一大串 非常複雜的什麼 的知識 所以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一個叫做連結 不是什麼 不叫做背手 但是 我們在 我們過去的教育 的甜牙式的教育裡面 就告訴你 我把它背下來就好了 寄下來 你不要告訴我原因 因為什麼 因為這叫傷腦筋的 我們好像很多人 都比較不喜歡傷腦筋 但是我會發現說 我們這群人應該 應該會擺脫這樣的 限制吧 誰都有信心 不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叫做菊木 對不對 因為樹皮沒有 沒有那個 那一個 梅花露的斑輪 那我們注意一下那葉子 比較大 對 然後我們說這葉子比較大 大概有多大 來 這個時候呢 有的時候就什麼 我們之後就滿重要的 就是我們用我們身體 我們可以當比例子的 像我很清楚 我的尾子的嘛 這個寬度在什麼 大概就一公分 我的拇指的寬度在什麼 大概2.5公分 我的什麼 我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長的 這個寬度就是20公分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有個標準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樓人是168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我們相關的比對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什麼 比較精確 把它壓在一個 一個範圍內 不然什麼叫做大 什麼到小 那實在是什麼 每一個人的認知都不一樣 好 那所以說 我們在做描述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 你傳達一個什麼 一個正確的訊息 讓人家可以接受得到 好 那 我們野外的活動後 你要把你的經驗 如果你能夠講給一個 不懂的人 聽得懂的時候 那你的傳遞的訊息的能力 那是什麼 就是不會有偏差的 如果你只能講給 懂的人 聽的話 那你怎麼 你只能找 找我們都共同知道的人 那什麼 大家來傳遞下訊息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情形 像我今天有的吧 我就必須 講給我們很多人 大概都還不是 對這方面很清楚 很知道的時候 好 那我們重要的不是這個結果 而是這個過程 我們是怎麼樣在處理 怎麼在操作 怎麼在運作 所以 不曉得大家 有感受到這一方面的嗎 我發現說 我們很多朋友 在問我問題的時候 都只是要答案 要吃魚 你告訴 你給我魚 不是告訴我 我要怎麼樣去做 那麼我們就可以慢慢 可以慢慢來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對這個 這個啦 這個舉目的夜的寬度 大概什麼 大概有2公分到3公分 有沒有問題 所以它的長度大概 大概4公分到5公分左右 對不對 尾巴是什麼 是尖的 好 那肌膚是什麼 是比較頓的對不對 好 那這樣沒問題了 都可以感受到 那我們如果有這樣的基礎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才跟什麼 來跟狼魚 我們才什麼 才可以比較 如果我們這樣 目前這個東西都模糊的 那邊也模糊的 模糊的 模糊對模糊的 就只有更加模糊 對吧 好 OK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要告訴你說 這個樹幹 要當基礎 是嗎 是當作我們 我們可以來收集資料 累積資料的基礎 而不會在模糊中 一段的模糊 好像越講越模糊 好像越講越模糊 哈哈哈哈 那我們在